作为一个优质的男朋友 怎么能不会做巧克力呢 这个时候的可可果完全无不出巧克力味 反而有种山植的味道 可可果的树叶不够 所以我用荷叶在外面铺了一层 紧紧的包裹住 记得容器要选这种带孔的 装到保温箱里发酵7天 你看发酵的过程中会有水流出来 把酵好的可可果味道可就没有那么好闻了 这一股味道非常的爽爽 加入清水搓洗干净 如果按照正常的做法 应该把它铺平 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个星期 我们就用更快捷的办法 用厨房纸吸干水分放入烤箱 90度低温烘烤两个小时 稍微搅拌一下 150度再烤20分钟 烤到像这样子 外壳一捏就碎 露出里面的可可果就可以了 10个可可果真正剥了我一个小时 很容易碎掉 这是正常现象 还有一点要注意 外壳一定要清理干净 要不之后人巧克力会有残渣哦 这里是10个可可果的量 一共250克 你们可以拿起来仔细闻 已经可以闻到巧克力的香气了 张大面粉保存 下一期我们来做巧克力 今天这道菜建议有朋友来家里的时候再一起做 要不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葛根粉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切好的葛根用清水冲洗干净 加水用破壁气打碎 用沙铺过滤出汁水 然后倒进大棚里沉淀一碗 一晚上过后 最底下就会有一层飞牛盾体 挖一大勺转进沙铺里 挂起来粉干一根往上 用刀切成薄片 保存的方法有很多 我选择最传统的 用挖空的青橘壳装起来 之后还要再晒四天 食用的方法和藕粉很像 先用清水化开 然后要用滚水来冲泡 扫上桂花来点蜂蜜 解热除烦 生津止渴 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 我的粉丝私信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适合做给男朋友的菜 女生们拿出小笨笨 做好笔记咯 锅第一层拨油 倒入花生炒至焦香 这一步可是关键 好不好吃就要看调料的配比了 加入切好的配菜 炒香的花生 和调好的料汁 搅拌均匀 来点配菜 小煮一杯 快做给男朋友吃吃看吧 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的 黑胡椒混合调料 量很大 比普通的这种要多很多 可以用它金鸡排 金牛排 做土豆泥沙拉 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加一点 不用再去想怎么调料了 它里面混合了海盐黑胡椒大蒜粒等等 我都快用完了 你们可一定要试试哦 开什么酒店的白灼菜心 放几个小时还是绿油油的 关键是这一勺猪油和一勺白糖 下菜新烫一分钟 捞出摆入盘中 放点葱丝红椒丝 月油炸香 好吃的关键就是 零一勺这个饭店都在用的白灼汁 鲜嫩爽脆 你也试试吧 今天这道菜 喜欢蒜香的 千万不要放火 整颗大蒜切掉头部 放上一小块黄油 用锡纸包起来 200度烤在30分钟 虾仁多成虾泥备用 打开锡纸的一瞬间 大蒜是真的香 隔着锡纸把大蒜挤出来 趁热放入芝士片和黄油 搅拌均匀 倒入大半瓶的沙拉酱 继续搅拌 最后来点欧芹碎 颜色会更好看 切好的虾滑 装入表花袋 用双香酱填补住 法国所有的空袭 挤上虾滑 再来一层蒜香酱 第二层一定要抹得厚一点 烤下180度 25分钟 像最近这种闷热的天气 一杯化煤明香红茶 是绝对不能少的 5分钟就能搞定 倒入红茶 水磕一下 来上一大口 口醒凉 蒜香芝士 小火把罐也烤好了 表面那一层烤的微焦的蒜香酱 完全激发出了香气 中间还有截然不同口感的Q弹消滑 以及烤的酥脆的法棍 快 就给大家一等人吃吧 酥脆多吃烤鸡腿 中间是喜马日腥的 露汁软烂的兔刀 小心烫哦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汉式拉断鸡翅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哦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会把他的喜好全部记在心里 我家那位就特别喜欢吃他 锅底一层薄油加入喜欢的配菜 加点洋葱搅拌一下 最后来点青椒和葱花 软烂味的辣炖鸡 做好了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早晨的正确打开方式 你早起化妆我早起给你做早餐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黄金吐司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按顺序抹上花生酱 挤上沙拉酱放上火腿片 依次叠起来 打两个鸡蛋均匀的刷在吐司上 芝士就是力量 不仅价有芝士片还有芝士粉芝士碎 放进烤箱170度10分钟 火腿的咸鲜和芝士的奶香完美的融合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是我家女儿爱喝的鱼汤做法 汤线味美还没有鱼刺 鱼下锅煎制两面金黄 再用铲子捣碎 加葱姜去腥 倒入100ml的开水 煮至奶白色 再过滤掉渣渣 群带菜一点就能泡出很多 它的带含量高 都是小内叶 加白玉菇 那么符合群带菜 加盐胡椒粉 裹起葱花 调味即可 汤色浓郁 非常鲜美 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学会这个鲫鱼汤的做法 汤纤味美 还不用担心炒到鱼刺 首先锅里撒适量元 这样煎鱼不会粘锅 放入鲫鱼煎制两面金黄 再用锅铲倒塑倒成七八辣 放葱姜去腥 滚烫的开水 扣盖大火煮15分钟 然后过滤掉渣渣 一袋松龙菌汤包 里面有7种食材 用温水泡发5-6分钟 倒入鱼汤里再炖20分钟 出锅放枸杞葱花调味即可 这样炖的鲫鱼汤 大人小朋友都爱喝 以后你要是想吃回锅肉 你就像我这么做 不需要你有多大的厨艺 也能轻松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五花肉冷水下锅 煮20分钟左右捞出放凉 然后切成薄一点的厚片 锅不放油倒入肉片 开大火把它的牛油炒出来 然后倒入一小包 这种调制好的回锅肉调料 其他的调料都不用放了 这个料还可以炒牛肉 烤鸡菜都非常的好吃 有条件的多放点蒜叶青红椒 快速翻炒一分钟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快点去做起来吧 天气越来越热了 很多人都喜欢吃凉粉 但是做出来的凉粉不尽到还容易断 今天就把我奶奶摆摊几十年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现在的黄瓜去皮加水炸成汁 过滤掉渣渣备用 锅里加一碗豌豆粉 再加六碗黄瓜汁 充分搅匀后再开中小火边煮边搅拌 一直搅到猫大炮 变透明了 继续转小火搅拌四五分钟 这一步才是凉粉劲道的关键 倒在容器里自然放凉 千万不能放冰箱 凉透后QQ弹弹 再用送的刮刀刮成条 淋上掉好的料汁就可以开吃了 冰凉爽滑又好吃 赶紧试试吧 为什么你们做的凉粉不是一刮就断 就是一半就烂呢 今天把我奶奶摆摊几十年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两包100克的豌豆粉 加2000克的凉水 先搅匀再开火 中小火煮至粘稠冒大气泡 再煮三到五分钟 把粉浆煮至完全透明 倒入无油无水的碗里常温晾凉 这样做的凉粉才更劲道 再用送的刮刀刮成条 拌上自己爱吃的料汁 天热来一碗真的绝了 哦 好吃 ISSA asia 那可让这样要离开的小孩 后来又沒有心塞 Si 欲爱 那可好听 他一生的等待后来 是否把对去解开 太多人追逐要换 却湿了一块 在天不满春牌 所以苦涨笑着不想走 出来想像你的高阔爱 没有你在或不在的安排 原来遗憾的不能重来 傻傻等谁的空怀 用弄我找寻亲爱